台積電今天法說可是股價卻陷入了千元保衛戰 偏偏盤後 法說交出來的成績又這麼這麼亮眼 等一下有很多問題要請世聰帶我們來觀察 我們先看到整個背後源自於市場連續挨了兩極重拳 除了川普提出的要台灣繳交保護費的說法在發酵 拜登更狠 他要更加強力道對中國展開晶片的管制 因此不止台積電 沿埃斯摩爾到揮答所有你想得到的晶片股相繼倒地 台積電今天守住了1005最後跌勢收斂 但是世聰告訴我們 當他法說交出第二季這麼亮眼 超乎預期的獲利成績 台積電股價我們可以拉回找買點嗎 對 我覺得拉回找買點那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因為短線上面來說 的確因為美股昨天出現一個重挫 特別是在科技股本身 那麼就講事實上今天的台積電來說的話 最低我們都說破千是一個好買點嘛 他最近來到986塊 然後在千元以下其實還排斷了一段時間 今天要買到千元的可能性都非常大喔 就後來尾盤還是拉上來收在105塊的這個價位 好那我們重點當然是在盤後公佈的數據嘛 他今天第二季的這個公佈的第二季的盡力是2478億 年增13% 即增13.6% 然後年增36% 全部都是打敗市場的預期 然後EPS9.56也是重期新高 毛利53.2% 然後3奈米已經佔比15% 5奈米佔比35% 7奈米佔比17% 都是比較好的一個狀況 另外包括說他對第三季的這個看法 甚至全年的看法 全年的看法 他現在已經把整體的這個營收的這個目標呢 調高到成長月末是24到26% 那同時之間呢 他說2奈米呢 也會如期的這個進行 同時也上調了資本支出 從原本的280到320 調高到300到320之間 這個一個區間 所以往上調升 資本支出往上調 然後同時說這個Covers還是一個公補應求的這個狀況 基本上來說 他的這個法縮會是比較偏樂觀的這個版本 那所以我才說嘛 如果真的假設股市出現 因為現在問題不在台積電本身 現在問題是在全世界的股市在大震盪 被兩個人害到 一個是川普 一個是拜登 所以他自己本身絕對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講為什麼昨天 這個美股會出現大逃殺 跟這檔股票非常大的關係 那就是艾斯摩爾 因為艾斯摩爾公佈第二季的營收 其實2224億 激增18.2% 其實比市場預估好 他第二季都非常好 但是他說什麼 他說第三季的業績的 恐怕不如市場的預期 那尤其是他也說 他接單有時擴增到55.7億 還是不錯 但是就是講 那第三季業績不如預期 所以盤潛的時候 他已經出現一個大跌 然後領跌很多的設備再跌 那沒想到又傳出這個消息 因為拜登要求什麼 日本荷蘭等等半導體公司 加強限制跟中國的這個晶片貿易 那如果持續讓中國取得先進晶片的話 美國要討論動用所謂的 外國直接產品規則的這個措施 就是你完全不可以跟他交易 那當然了 艾斯摩爾首當其衝 所以昨天晚上其實不是艾斯摩爾重挫 艾斯摩爾跌了11%之外 美國的應用材料 美國的柯林柯蕾 其實都是重挫十幾% 所以其實昨天的這個正央中心 其實是在設備業本身 那甚至連這個日本的這個 東京威力科創等等 也都是出現重挫的這個狀況 但是還是跟台積電有關的 是川普說的這句話 因為川普接受這個專訪的時候 他說台積電拿 我們台灣拿走了晶片上面的 這個全部的晶片失業 加上距離台灣 這個中國距離台灣 這個那麼近 68海底 但是美國距離中國有9500 所以防衛很難嘛 所以說台灣要付給美國保護費 因為他這樣一起劃 讓台積電才出現一個重挫的這個局面 所以其實台積電本身 我跟他說 本身業績展望都非常非常好 但是就是這兩個人啊 讓我們台積電短線上 出現一個震盪的這個局面啊 被這兩個人給害到了 所以這兩整體新聞看下來 大家看完有一個感覺 他好像對我們比較不好 如果他能選上 可能對台積電的衝擊不會不好 可能還會更好 是這樣嗎 那回過問題的核心 他的勝算大還是他的勝算大呢 對 事實上大家如果按照現在的狀況來說 其實拜登如果他能夠連任來說 我們目前就按照現在的步伐 按部就班 對 但是如果川普當選的時候 會出現所謂不確定性 我覺得重要問題是在這個地方 不確定就會讓股市帶來比較大的震盪 好 但是就目前為止來說 到底川普跟拜登兩個人誰會上呢 我們要最新的消息是 拜登呢 我們要最新的畫面 他不是要離開這個白宮啊 然後要別的地方去 結果你看他登機的畫面說 你看他走了很慢很慢的一個狀況 真的很吃力 然後同時間還又略為半了一下 那這個停了腳步 那結果有人說他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現在美國媒體傳出來說 他又確診了這個新冠的一個狀況 好 那因為 為什麼這個時候丟出這個問題 讓大家覺得擔心 因為他又又又又確診了 好 那因為他確診之後 因為以他的年紀確診清確 問題非常大 所以他又再加上說 他前一天接受媒體的訪問的時候 他意有所指講了一句話 他說如果醫療狀況出現 評估是不是可以競選連任的時候 他就說如果有某些醫生跟我說 你出現什麼狀況 出現什麼狀況 你不適合在競選連任的時候 他會不競選連任 所以有可能意不這樣退出的選舉 對 所以你看他之後 鬆口了 又換了這個新冠 所以你說 這個好像時機有點敏感 好 那加上說 其實對這個拜登來說的話 我覺得有一個老朋友逼宮 我覺得他心情應該蠻難受 那是誰呢 就裴洛西 裴洛西過去 他其實是拜登的好朋友 兼他的忠實盟友 他前一天人家還說 要勸退拜登的時候 他還出來說 我很愛拜登 沒有人能夠贏得這個選舉 但是傳言說 現在他確信拜登必輸 所以他已經開始在促成幕後換下 這個對拜登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心裡面的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重擊 好 另外一個 那我們就講 那難道川普就贏了嗎 其實我們都知道說 這個經過強襲事件的時候 川普不是Fight 變成是全世界的重要的項目 但是 事實上在整個突襲之後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路透有一個民調 這民調我們都認為說 兩個應該會拉很大 結果沒想到 川普只有43 領先拜登的41 最重要事實上 選情啊 我覺得 還有一些變數存在 重點是什麼 今天不管是誰能入主白宮 誰動得了台積電 重點是我們馬步蹲得穩不穩 我們的抵抗力夠不夠 今天事實上 用好幾個指標 在我們來看到 台積電讓你安啊 對 沒錯 我們要 事實上佩征 這幾天不是就有說嗎 他說 台積電不僅能夠在 不利的狀況之下 順利的挺過 而且還能夠現階段的市值和產業低月 不斷的往上傳升 充分反映台積電的營運韌性 對 我們昨天美股大跌之後 今天的這個盤 美國的盤潛 因為台積電的好消息 所以連NVIDIA什麼都在漲 所以你看事實上台積電是可以影響到美國或是全世界的這個經濟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就想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為什麼台積電這麼重要 我們就取這個晶片戰爭的作者 米樂他寫的這個狀況 有沒有 事實上這個在美國跟中國中間來說 當然有韓國還有台灣還有日本這幾個國家 那因為台灣又特別重要 因為你看台積電生產全球11%的記憶體的這個晶片 然後製造37%的這個邏輯晶片 然後所以萬一台灣的晶片廠商因為被衝擊停擺之後 那年的運算產力會減少37% 損失會高達上兆美金 我跟他講了 即使川普這年不是說我要保護台灣 他能夠承受上兆美元的損失嗎 他也沒辦法 所以才說他現在講這樣的話 他未必未來會是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那尤其是我們講目前為止的台積電 你看今天的講法裡面 3奈米他幾乎是沒有人拼了上 2奈米目前預計2025年要量產 前面沒有任何人 甚至後面也沒有任何的追兵 另外委託他製造企業有500家 不是只有美國還有很多金融的國家 所以台積電的產業低位 根本不是任何一個人能夠影響的 川普狂語連發市場瑟瑟發抖 該發抖的不是台積電 而是北京 但我們來看到6年前 川普他扣下了板機之後 當時打那個非常強大 大到你打不垮的華為 打到6年之後逼得他去挖礦 逼得他去養豬 連華為都如此 6年之後中國的經濟 已經開始元氣有受影響了 下一個華為是誰 還有更多人像華為這麼耐打嗎 對沒錯 事實上具現象講的非常對 我們台灣的與其台灣在擔心 我跟你講我們好好增強我們的競爭力 其實更要挫的是中國 這次拜這個川普重新回來 他絕對會痛電中國 我們就講 事實上今天剛好是中國的三中全會 今天要落幕 可是我們目前為止沒有看到太多的影像 同時之間 BBC做了一件什麼事情 我們知道 正在川普被預洗的第一個時間 不是有這個 這個川普預洗的這個T-Shirt嗎 在中國的電子平台上面賣嗎 現在已經下架了 那為什麼下架 當然原因不明 當然這個代表好像我隱蔽在支持川普 我沒有這個意思 所以顯然他要表達這樣的意思 另外一個就是有新華社背景的 我們知道公眾號叫做牛彈琴 牛彈琴其實他都發表一些所謂國際的關係 他是由新華社的一些記者 所組成的一個公眾號 他講了很多其實也代表了中國的官方立場 然後他說什麼 他這次要發文這個批評范思 可是就是他的副總統候選人 可是他說什麼 川普的80後副手其實很佩服中國的外交 那一講起來好像是在講 中國好煩惱 不是 他其實這裡面來說都是在批評范思 他說范思其實是比川普更加恐怖 更加保守一個人 那因為這樣的人 還是說我們也不用期望說他能夠對中國友善 所以把他批了一塌糊塗 這就是標題黨啊 暗夜吹口哨 你是說連范思這個大老鷹 我們都佩服中國外交 這時候他重點是說 范思他上任之後 你別指望他會對中國好 對 好 那我今天講嘛 實際上現在不是有講嘛 就是川普不是說要對中國課60%關稅 這不是他自己想的 萊特希德這樣主張 就連范思都說 我們要對中國大力的課關稅 所以看起來的話他的確會這樣做 那目前我會指望說 瑞穎就出了一個報告 他說假設真的課60%的關稅的話 中國的經濟成長率 我們要今年第三季的經濟成長率 第二季4.7嘛 結果沒想到如果真的是這樣 他砍半 砍半就變成是2.3 欸 這個真的非常嚴重 所以中美的經貿會面臨 更多的不確定性因素 好 那我們就講 實際上為什麼我就說嘛 川普的這個對付中國的意志 是相當強大 就像你知道嗎 實際上在2017年之前來說 他跟習近平兩個是好麻吉啊 是 但是因為他去訪問了中國之後 他不是還去唱那個茉莉花嗎 對 但是他去訪問中國之後 感覺到中國的壓力之後 他回來就完全變得掉 是 我覺得第一個重點是什麼 他2018年做了一件事 當時在加拿大扣留孟晚舟開始 對 他就展開要開始追殺華為 2019年就宣布 美國進入所謂緊急狀態 然後頒布一個行政命令就是 美國貿易的可以封殺 這個任何的敵意企業 就是你對我有國家安全的 我就開始封殺你 於是開始第一個被封殺 華為就開始被封殺 然後於是就開始把170多 這個跟華為相關旗下70多家關係 列入黑名單 是 華為就從那時候開始業績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那時候我們這樣 那時候華為這個任正非不是出來說了非常多話 說我們好像一個所謂的飛機在這個飛 我記得那一家 那個畫面對不對 他就說我們要忍過那段時間嘛 對不對 那你知道 當時華為的任正非說 我們的營收會年減300億美金 所以那從2019 2020 21的時候 他是連續三個年度 三個季度都一直在往下滑的這個狀態 一直到去年 他才終於有一點點比較止跌回升 那你看他在被打擊的那段時間 譬如說像2021年就這樣你知道嗎 事實上他當時已經快要攀到5G手機的龍頭 結果變成2021年開始下去沒有5G 他這個P50是4G 所以等於說他從5G被你川普打到死能夠生產4G 好不容易經過這麼久 他們中心中能夠生產5G經濟 他還能夠生產5G 走了這麼久路 他現在才能夠回到5G 你知道說華為是中國最厲害的一家企業 中國沒有像華為這樣公司 他裡面有最多中國人聰明的來 腦袋最高興的人在這邊 都受不了川普這樣的打擊 你就更何況不是華為的公司 所以我就講 川普上台之後 他只要再用對付華為這樣一半的力量 對付中國產業 我跟你講 中國產業絕對就是吃不完兜著走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項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各位父姓 Astron浮